以后想吃金浆肉丝千万不用买了 像我这样做比烤鸭还要好吃 做法一看就会 首先准备上一块里鸡肉 先给它切成细丝 再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碗 加盐 生抽 料酒 黑胡椒粉 淀粉 先给它抓拌均匀 让肉丝吸收料汁 接着我们倒入食用油 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这样可以锁住肉的水分 口感更嫩 腌制上10分钟即可 接着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胡萝卜 黄瓜 葱白 给它切成细丝备用 锅里面多倒一些油 油热之后我们放肉丝 给它炒至变色 然后倒入一包调制好的酱料 其他的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大火翻炒 把酱料炒出香味来 让每一条肉丝都能裹上 最后再撒一些白芝麻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金浆肉丝 肉嫩好吃 酱香味十足 卷上豆皮或者春饼 真的是太解肠了 如果你也喜欢吃 就赶紧做起来吧